温州动车惨案引发了民怨沸腾 温家宝声称要进行公开和透明的调查 外界对此表示质疑 与此同时当局正在施压死难者家属接受过低的赔偿 海内外人士和媒体批评中共当局草菅人命 为了向中共建党90周年献礼 高铁提前两年完工 终于酿成人为的灾祸 前二三温州动车追尾相撞事故 吸引了海内外近百家媒体采访 创下近期国内突发事件吸引媒体关注的新记录 连日来在中宣部的指令下 中共党媒大量为当局救援歌功颂德 7月27号香港苹果日报一篇采访首记 悲剧当喜剧温州上演慈善骚指出 记者耳闻目睹死难者家人痛不欲生 但这些画面和声音极少出现在当地的电视广播 27号 一百多名遇难者家属在温州南战抗议 他们手举还我真相为您做主的横幅 高呼口号 一名请愿家属说 事故不是天灾是人祸 我们认为是人为的 是调度出问题 28号 温家宝来到温州看望遇难受伤者家属 他说要给人民一个真诚负责任的调查交代 如果发现背后隐藏着腐败问题 将依法处理毫不手软 新华社报道 最高检察院独职清权检察厅已派出两名专员 赶负温州参与调查 维权律师彭建认为 这反映当局认为 事故背后有刑事犯罪嫌疑 当局调查坚称 雷基是事故的原因 遭到许多业内专家的质疑 据网络统计 98%的民众认为 当局刻意隐瞒动车事故的原因 和伤亡人数真相 而当局正在向死难者家属施压 不同部门的官员 采取密集游说的方式 要求家属一周内接受赔偿协议 否则不许将遗体带走 温州市司法局和律师协会 26号向律师事务所下达指示 以维护稳定为由 禁止代理死难者家属的案件 上海律师许王军质疑 赔偿金额过低 一定会犯重怒 人民日报28号在头版发表文章说 中国要发展 但不要带穴的GDP 而人民日报旗下 环球时报25号的社评却声称 高铁是中国必须经历的自我折磨 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指出 中国高铁支付刘志军为发展高铁 给铁道部留下了2万亿元债务 绑架了中国经济 法国财经报纸则担忧 高铁动车出轨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新唐人记者周玉林 李元翰 肖炎采访报道